大众三称本师圣号及三皈依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归依佛 归依法 归依身 归依佛 归依法 归依身 归依佛 归依法 归依身 开经济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大众请放长 各位菩萨同修 大家好 在这个基金会的课堂上 每个星期见到各位都非常欢喜 因为这个欢喜不只是说 因为我们在这里一起学习大致多人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 透过这样一个共修的方式 我们可以确定在无上正等正觉的这条追求的路上 因为共修 所以我们有一个保证 这个保证就是我们将来一定可以一起成就 我们今天要先从讲义419月开始 我们现在非常难得的是 透过当代的一种科技 所以不但我们在课堂上 有很多同学在一起共修 那么也有很多同学 在全球各地在网路上可以透过立即的直播来一起学习 而且可以相互的来分享反馈这个学习的心得 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样一种反馈 我觉得也可以了解同学们现在了解的一个相应的一个程度 那么我也可以及时的针对同学们的反馈 那么来做出一些适当的回应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上一次上课提到七觉知 那么在七觉知里面 我们有讲到这个择 敬 喜三个觉知是动态的 那么除定舍三个觉知它是静态的 那么当中是靠着念觉知来作为一个平衡的枢纽 这个念觉知其实就是等于我们一个一步汽车的方向盘 这个方向盘比如我们现在向右一点 向左一点 那么靠念觉知来达到这样一个平衡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学佛的修行 我想今天必须再重复的强调一次 那就是说从出发心到成佛 一以贯之 我们最需要做功夫的就是这个念觉知 念觉知 可以把这个打出来吗 那么这个念觉知 这个念字非常重要 我们比如说我们想念是一种念 比如说我们念念不忘也是一种念 所以这个念这个字很容易跟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常用的这个相关的字词产生混淆 那我在这里再强调一次 这个念字就是当下那个心 当下那一念心一种觉知 我现在有两个字 请立即把它打出来 一个是觉知 就是分知的知 一个是觉知 知到的知 这个念觉知 但是他的这个学习 比如说具体的来讲 那么从原始佛教开始 就强调三十七道品 三十七道品里面 有几个具体的项目 都离不开念觉知的 也可以说是念觉知的放大 念觉知的一种不同方式的 一种加强的一种用功的方法 比如说试念处 通过深受心法 那么来强化我们对念觉知的 这样的一种更细腻的 更具体的一个切入点 知到的知 你知我知的知 深受心法 我们将来到了第十九卷的时候 更要细讲 深就是我们的身体 也就是你要学习这个念觉知 要把念觉知提到一种 就是可以跟成佛这个整个方向 可以相应 可以连贯 可以最后可以汇总到这个成佛之路 那么这个 要从我们对身体的觉知开始 比如说 这一次感冒的关系 我就对温度很敏感 对冷气很敏感 我们在正常的情况下 其实吹吹冷气还蛮舒服的 可是你感冒的时候 那个冷气一吹马上喉咙就会反应 很快的会反应出来 就是说它事实上是由不得你做主的 所以对身体保持一种觉知 这是我们念觉知里面特别特别重要的部分 然后从身受 就是你的感受 特别是关于你的情绪上的起伏 你动一个念头 比如说生气 或者说你动一个念头 心里不舒服 那么这一些都可以 是我们增强我们的念觉知的方法 然后心就是我们的更广大的深受心 这个心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所谓的情绪 我们的这个一个更扩大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种想的这个范围 想运的这个范围 都是跟心有关的 然后再来就是法 法这个字在印度的范围叫达玛 那么达玛这个字 大概是佛教所有的字典里面的字 最广义的个字就是法这个字 唐朝的时候 玄壮大师的这个大弟子 盔姬大师 在白法里面呢 特别用两个字来定义这个法字 叫做鬼词为义 鬼道的鬼 保持的词 就是说所谓的法 就是它有一个规范 它有一个模式 它有它的一个 一个自己的一个 存在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范畴 所以最广义的法 就是一切的事物 那么我们在讲佛法生三法 这个法宝的法 这个法的定义呢 就限定在佛所说的法上 佛所证悟的法上面 所以 在这一点上 我想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呢 就是对于这些明相 慢慢的去了解 不过 学习再多的明相 都不等于是剥弱 但是呢 学习剥弱的法门 学习智慧呢 有时候要善知明相 善用明相 这点是十分重要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说 为什么在六道轮回里面 我们特别强调 强调人道的重要 因为只有在人道里面 我们透过这样一个 传承的一个积累呢 我们可以产生非常精致的思维 没有这么精致的思维 我们无法进入佛法 一个非常维系的 奥妙的 那妙这个字还更重要呢 因为这个妙已经是 可以超越语言文字的 所以 如果我们不是出生在人道 比如说我们讲敏感度好了 我们讲一种 一种感觉感知的一种敏感度 有时候人类还不见得是 那么样的敏感 不见得是那么样的敏感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天气的变化 有时候我们还有一点迟钝 可是很多小动物 它很敏感的 我现在要强调的是 即使像这些小动物这么敏感 但是有一点 它跟人不同 它没有办法开发出 人类这种非常细微的 严密的这样的一种事变 这就是为什么 阿罕基里面讲的一清二楚的 诸佛出生 皆在人间 就是要成佛 只有在人间 出生为人 然后你才有机会 去开展出那么细微的思维 而更趋向于成佛之道 不但要出生在人间 还有必须出生在中国 我现在要说明一下 佛教里面用中国这两个字 跟我们现在所定义的中国 不一样的意思 这个中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中是指什么 就是经济条件 教育条件很发达的地方 比如说 一样是在整个亚洲 那我们知道 比如说有几个大的城市 上海 北京 台北 香港 这些都是属于 经济条件比较好 教育的条件比较好 因为只有这些地方 你受教育的机会比较多 如果你在很偏远的地方 受教育机会相对的少 只此你受教育的 这个社会条件也比较不足 这个就为什么 我们要强调 生在中国 所以这个中不是指 我们现在讲的地理上的中国 我们讲这个中是指什么 是在一个 比较 某一个程度的一种 社会的一个发达的条件 是指这个意思 那么不但要生在中国 而且要什么 要能够遇到善知识 要能够遇到善知识 因为善知识 难遇难求 难遇难求 所以我们现在今天开场 来谈到这些话的目的 就是因为 诸佛出生皆在人间 不是都生在中国 那么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希望同学们要珍惜自己的姻缘 比如说我们现在刚刚讲的几个学佛的重要条件 大家都具足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要争取时间 要做好自己的人生的生涯规划 要做好我们生活当中的时间管理 就是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精神不要耗在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特别是我想这样讲不想会对诸位很失礼 我们一般人在生活中浪费了90%的时间 在没有意义的说话上 90%以上 所以我建议大家在佛法上要深入 不要忘记界定会的定 就是你一定要重视禅修的经验 禅修的经验 禅修的体验 如果没有禅修的训练 没有禅修的这个体验 那么你会发现 你看不出你的心 换句话说我们刚刚讲 念觉知这个功夫你做不上来 把念的功夫做好了 正念的功夫做好了 你嘴巴就看得住 嘴巴不能看得住 而且每一个奇心动念 每一个奇心动念的过程 每一个相关的所谓的英明的严密性 一清二楚 没有这个训练的人 就是你没有这样做蹦功夫的人 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在佛法上开启大智慧 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上一次讲到了这个七觉知 讲到了那个念觉知的重要性 那么同时我想今天要特别提 就是说有同学在写心得的时候 提到这个七觉知里面的舍觉知 在中午里面这个舍常常会跟另外一个施舍 就是我们现在讲布斯波罗密的施舍 跟施舍的舍混为一谈 舍这个字在佛教的这个一个 所谓的那个名相当中 所谓的这个terminology 就是整个那个语系当中语境当中 舍这个是有个特别重要的事 他有时候是讲施舍 但是更重要的是 他在讲舍是讲彻底的方向 也就是说我们在讲慈悲喜舍是无量心的时候 慈悲喜我上次也提过了 慈悲喜三个无量心都是向外的 都是以众生为对象的 可是你要修舍无量心的时候 是把慈悲喜这种向外去关怀的 乃是我们可以说向外去攀缘的 这样的一种念的方向 倒转过来放下 慈无量心放下 悲无量心放下 舍无量心放下 那么如果不放下呢 我现在告诉大家 慈无量心 如果你没有在适当的时候 适当地放下 你的慈无量心 也可能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贪爱 它很容易跟你的贪 贪真实的贪混在一起 这个是大家用功的过程 要特别特别小心的 我们这个课一开始就强调 大悲无为本 但是悲无量心 你一直放出去 一直放出去 也有一个 你想不到了后遗症 就是你的悲心 也很可能转为悲魔 魔鬼的魔 你说悲心怎么会变成悲魔呢 是的 我们的悲心 因为是关怀众生 不忍众生苦 所以这种不忍众生苦的心 它就一直放出去 第一个 你自己的力量不够 你自己内在的力量不够 你就会一直向外耗 耗还不打紧 你控制不了你的情绪 因为你不忍众生苦 你看到众生的苦 越看越痛苦 这个时候 为什么叫悲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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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文里面的魔 中文早期的翻译叫做魔罗 魔 魔这个东西就是障碍的意思 因为你的这个悲无量心 不断地放出去 不断地看到众生的苦 越看越不忍 到最后 你身陷在那种负面的情绪当中 没有办法自拔 明白我这意思吧 所以持无量心是好的 但持无量心可能会慢慢地靠近 那个贪爱的心 悲无量心是好的 可是他也可能慢慢地靠近悲魔 变成是另外一个障碍 那么 慈悲喜 水喜 水喜很好啊 但是呢 水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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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心一直往外跑 没有收射 他又失去了平衡 所以我希望同学要知道 我们要慈悲喜 但是也要用另外一个东西来跟他平衡 那个就是舍无量心 舍的无量心 放下 所以这个是最微妙的地方 就是我们在学习佛法里面 那么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如何 我们如何能够 又是 展现对众生的慈悲喜 但同时又保持在这种舍的状态 不急 不离 不急 不离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现在回到了 七觉知当中的这个念觉知 念觉知的 不管是我们讲四无量心 对不起 不管我们是讲四念初 或者是我们讲五根五立的念 或者我们讲八正道里面的正念 讲四正情法里面的念 所有这一切 都要回到生活中做最笨最单纯的功夫 这个最笨最单纯的功夫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喝水的时候 从我把这个杯子拿起来 我的手去碰到这个杯子 我就对它有清清楚楚的感觉 我觉得禅修的口头禅的第一个 就是感觉也是绝 大家念一遍 感觉也是绝 随时要注意你的感觉 当然我不是鼓励你 追逐你的感觉 我现在强调是 要对感觉也保持绝的状态 对我们的感觉 也要保持绝知的状态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 日常生活里面 即使一个动作 走路的动作 开门的动作 都必须保持 正念分明 比如说我把东西递给别人 我们通常就把东西递出去 但是你知道吗 当我们把这个 这个动作的觉知放大的时候 我把一个东西递出去 比如说我要递一个杯盖给你 我给你的时候 我要确定你接到手了 而且我要手放开以前 我要很清楚 你有接吻了 像这些细节 都是我们成就界定会的 细微的笨功夫 所以我想这个是 再补充一下 之前我们提到七觉知 七觉知 那么我们今天要接着 讲义的419页 请诸位看到讲义 419页的倒数第四行 我想请那个慧玲念一下 赴次 辟如失火之家 好 大家跟着一起念 赴次 辟如失火之家 辖慧之人 民事行事 集火未至 集出财物 社稀烧尽 财物息债 根修是宅 后失之人 亦复如是 知身为翠 财物无常 修福即时 如火中出雾 后事受乐 亦如彼人 根修宅业 福庆自卫 请 那么这一段话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实际 非常有智慧的比喻 荣书福山在这里说 为什么我们要布施 为什么我们要布施 为什么我们要广结善缘 为什么我们要广众福田 勤修福田 譬如 有一栋房子失火了 协会之人 那个聪明的人 反应比较快的人 民事行事 他知道这个大的形势 风往哪个地方吹 哪个地方是起火点 所以怎么样 集火未至 趁着火还没有烧过来 集出财物 赶紧要把这个财物搬出去 因为你不搬走的话 一会儿火烧过来 东西就没了 色衰 烧尽了 财物息在 所以其实说 房子烧掉了 外壳烧掉了 家里贵重的东西还在 更修世宅 所以房子还可以再重新整修 重建 好失之人 亦复如是 喜欢布施的人 也是一样的 自身为粹 财物无常 知道我们的身体 靠不住 你再怎么强健 也逃不过 老跟病 这是人生的常态 所以 修福即时 这四个字 我想今天大家特别记住的 大家念一遍 修福即时 好 我们在人间不管你有多少的财物 所有的财物都是因缘所生法 所以 如果你以为你拥有很多财物 一转眼都不是你的 我特别记得 心音法师 他常说了一句话 钱放在口袋里面不用 都是别人的 那特别是我们 中国人有储蓄的习惯 一生辛辛苦苦 省吃俭用 就是希望将来多留一点给你的子女 给儿孙 我在国外旅行的时候 在这个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 我发现 欧美的人没有这个观念 他们有钱就带着 有一点钱 就带着孩子 四处去旅行 学习 我有一次从这个英国 要回这个亚洲 飞机上 旁边坐的一对夫妻 还有两个小孩 其中一个孩子 还只会地上爬而已 我们就聊天 聊起来他们说 他们要到曼谷 因为我们那个坐德国航空的飞机 第一站要飞到曼谷 那么要飞到曼谷 结果这个 他在问我说 曼谷有什么地方 很便宜的地方可以住 我说找怎么样的便宜的地方 我就聊聊聊 原来 他们夫妻俩刚刚失业 然后拿到一笔失业的救济金 他想说 利用这个失业救济金 我在家里也不是办法 所以就想去买一张廉价的这个机票 到亚洲 因为没有来过 到亚洲来旅行 所以他们都用最省钱 最节约的方式 如果真的没地方住 先在飞机场睡觉 欧美人比较没有这种 为子女储蓄的习惯 那我们休息一下下 接着讲 下一代 这个也不见得是一个稳当的一个做法 所以我们看到龙树菩萨在这里呢 提出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修福即使 修福跟储蓄钱财有什么不一样呢 钱财是有形的 钱财永远是有限的 而福是无形的 记住 福这个字太妙了 它就是一种无形的财 你除去很多钱来 可能是透过你的信用卡的 这个消费的额度 可以去展现你的这个 消费的能力 而福这个字是无限的 为什么 因为你有这个福因为你广洁善缘 所以你的福田到处都是 到处有福田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希望同学们了解 就是修福即使这四个字太重要了 那么底下这个笔语很清楚 如火中出雾后事受热 好像知道这火要烧过来了 火在哪里 诸位 无常的火到处在烧 无常的风到处在吹 所以你看吹着吹着 头发吹白了 吹着吹着 齿牙动摇了 吹着吹着 脸上有了皱纹了 吹着吹着开始投变了 这是人生的常态 因此及时修福 就好像及时火中出雾一样 我们有再多的钱财带不走 但是我们广洁善缘 福田满人间 福田到处都是 你看为什么在这个世间 有的人福报那么大 走到哪个地方 贵人 他要的时候贵人就出现了 而有的人没有贵人 就是往往不能得到及时的协助 所以我印象中有一个大学的同学 他呢 很奇怪就是说 人非常有才华 也是正直的人 但是呢 他好像每一次做什么事情 就会卡住 就是不顺 我也奇怪说 我们这位学长 这么样的一个福德因缘 怎么会如此的欠缺呢 后来我才发现 不结缘 不结缘 就是很少主动去结缘 我现在提醒大家 在我们生活中对周遭的人 不要吝啬去赞美别人 不要吝啬用微笑来鼓励别人 如果你连微笑都那么吝啬 如果你连赞美都那么吝啬 就好像你的生命少了润滑剂了 你做什么就是卡住 台号叫卡卡 就是卡卡 很奇怪的 我记得我四十年前到佛光山 就是开始讲大致多论 我讲大致多论讲得最久 然后讲得最细 就是在佛光山的崇明大学院 我因为这个因缘 所以有机会 更了解到说 今天佛光山成为世界上这么一个大的道场 那星云大师 它能够在全世界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 我觉得它就是这个场处 结缘 它跟你结缘不是因为它有 它跟你结缘是因为它有心 它永远都是关怀别人 所以我觉得同学们 在这个地方结缘不结缘 也看得出来 大臣佛法跟阿罗汉道的不同 所以为什么南传的佛教强调了戒定会 不好意思 今天要请大家忍耐一下 但是大臣佛法在戒定会之外 你看 慈戒的前面加一个布什波罗蜜 慈戒的后面加一个忍辱波罗蜜 然后忍耳波罗蜜又加了一个精进波罗蜜 然后再接上去 禅波罗蜜 波罗蜜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大臣的佛法记住 就是在戒定会之外 又加了三个宝贝 三个波罗蜜 那么很简单 这个六波罗蜜 我们讲波罗蜜就是行嘛 就是成嘛 所以你有这个六波罗蜜 特别是记住 第一波罗蜜是什么 布什波罗蜜 所以你说你有没有大臣的性格 有没有大臣的菩萨性格 第一个 布什 无条件的布什 开始有条件的布什也OK 不要太苛求 我们开始有条件的布什 有目的的布什 把布什当成手段OK 但慢慢的 我一个口头传叫 不怕假戏 只要增唱 比如说有的人参加一些佛教的团体 然后参加团体 他可能当初的目的说 为了多交一些朋友 是为了要什么 有一个什么抬头啊 头衔啊 他慢慢坐着坐着 他变真的啦 本来他去做实善 可能是看他都在这我就跟着去做 可是坐久了他 被感动了 他还跟着发心了 所以我们对身边 我们周遭出发心的菩萨 要多一些鼓励 多一些肯定 不要挑一件说 你好假啦 或者什么 这个都是不对的 他只要有一点善根的萌芽 我们就要肯定他 就要肯定 就要支持 就要呵护他 随喜他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 谈到那个修辅即使 是这个字 后面这个论文讲得很好 如火中初物 后世受乐 就是好像 你今天你广节善缘 你广众福田 很简单 所有的回报都是在将来 我这样讲好像有点功利主义 我要结缘是因为我要把那个 未来的财物放在你的身上 这个是一个方便说 这个是在世俗体 世界西弹的角度的方便说 因为事实就这样 不是因为我这样讲才这样 事实就是这样子 我有一次去厦门开会 就是海峡两岸论坛 然后呢 这个华凡大学的校长 看到我也去开那个会 他跑过来找我 哎呀 他说翔周兄 我前几天在温州 这个 去演讲 有一个法师呢 听说我台湾来的 问我说 你认不认识台湾有一个尤老师 他说我们同学啊 前过学长 他说你回台湾一定要把话带到 你要替我谢谢那个温老师 他以前在我们闽南佛学院讲课的时候 讲了一句话 我非常的受用 到现在几十年都得到受用 主委你懂我意思吗 那么多年过去了 可是因为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法布师 结了一个缘 我们也没有说跟哪个同学认识啊 没有这样的事 但是就有人得到这个受用 所以我们很希望诸位 譬如说我们在这个课堂上 在大自动的课堂 不管你是在我们台北的课堂 或者是你在直播的在家里 听这个课都一样 我现在每天诸位一定要做法布师 怎么样做法布师 很简单啊 譬如说你要发个微信啊 你要发一个line啊 把今天听到觉得最受用的一句话 发出去说今天在课堂上听的 你就可以分享出去啊 你就是在做法布师 事实上其实有很多人 他有时候脑筋了 钻牛角尖 钻不出来 遇到人生的某一种困境 不知道怎么样走 有时候可能你一句话就把他 帮他把这门打开啦 所以请诸位要勤奏法布师 要广结法源 当然我们广结法源最要紧的是什么 不是说我今天跟人家结个法源 说要塑造我的做什么 以后呢好像是要塑造我个人的一种特殊的影响力 这个影响力的东西都是水到渠成 它都自然发生的 你不用刻意去经营 你个人内在的一个智慧境界在哪里 它出来的就是那个东西 我记得以前很多年 我有一个同学来听课 他很发心 他发心 就是说我怎么讲他也要怎么讲 所以四处去演讲 这本来很好 可是有一个东西没去掉 就变成障碍了 就变成魔障了 为什么 他希望通过这种法布师 通过讲课 去受到他个人的一种 一种很个人的 很自我的 这样的一种 这个叫怎么讲 形象 或者是一种影响力 我提醒大家要了解 这种影响力 它一定是水到渠成的 不要刻意去经营 尤其是我们说法 更重要的是什么 一定要把那个我抽离掉 没有把这个我值 我慢抽离掉 你的说法的影响力越大 你将来自己形成的魔障越大 我每一次讲课 不管在哪里 从四十年前 五十年前到现在 我随时都在警惕我自己 我是不是因为说法 而增长了我的 我慢 法慢 因为这个东西 是我们成长的障碍 我们要成就最高的智慧 这一些我慢 法慢 所有这些我相 人相 众生 所有的相 众生相 所有的相 都是魔罗 都是未来的障碍 所以我们看到大制度论讲义四百一十九页 最后第二行 一如比人更稀有宰业 福庆之位 所以诸位我们一定要相信三世英国 我们如果信英国就知道福不堂捐 救摩洛斯大师呢 在法华经里面翻译出这四个字真是了不起 福不堂捐 什么叫堂捐 就是我们广众福田 我们广修福业 我们广节善缘 所有这些积累的无形的这些福报 福得因缘 不会浪费 堂捐 就是白白的浪费掉 没有这一回事 没有这一回事 那么 后面这一段 请那个慧玲再继续带大家读一下 大家一起念 愚获之人 担之习乌 匆匆营救 狂于失智 不量伙势 猛风绝燕 土石围焦 一想之间 荡然一灭 污迹不救 财物易尽 饥寒动恶 忧苦必逝 奸习之人 义父如是 不知生命无常 虚于婆保 而更聚恋守护爱袭 使之无奇 忽烟是末 行于土木同流 财于尾物俱弃 亦如愚人忧苦诗迹 父赐 大悔之人 先读到这里 先读到这里 所以这一段话实在是太发人深行 愚痴的人 无名的人 他只能说 哎呀 这个房子失火了 我要保护房子 保不了 就像我们的身体 我们要好好的保养身体 但是这个身体不会是永远的 不会是永远的 不会是永远的 无名的人 只知道保护房子 要救房子 匆匆营救 狂于私自 用各种的方法 不良伙事 我们想想看 我们能够阻挡 无常的风吗 我们能够 熄灭无常的火吗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 火一烧起来了 越烧越大 细想之间 荡然一昧 诸位有没有觉得 一个来自 中亚地区的 杨摩洛斯大师 他不懂中文 但可以翻译出来 这么美的中文 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 你能不觉得 每一句话都是这样的发人身心 都是读起来很有感觉的 对不对 所以 无济不救 财物 必定 忧苦必事 所以 吝啬的人 奸习是人 就是吝啬人 吝啬鬼 怎么样呢 也是一样 不知道生命无常 虚于婆保 而更 据念 所付爱惜 死之无奇 所以我们看到 这些 贪令之人 就是不明白因果 就是不信因果 所以你看这个里面 这几句话 何等的这个 令人这个 这个警醒 行与土木同流 行就是你的身体 死早就是跟土木一样 烂掉了 财与伪物 聚气 伪物就是废物 你所聚集的财物 最后就是跟那个 废物没有两样 一如愚人 忧苦诗迹 慧玲再带下一段 请大家合掌一起念 护赐大会之人 有心之事 乃能觉悟 知身如患 财不可保 万物无常 为福可适 将人出苦 精通大道 好 暂停一下 万物无常 这两句话 大家再念一次 万物无常 为福可适 只有 你积累的福报 靠得住 靠得住 所以这个 学佛第一个就是要深心因果 明白因果的重要性 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一本书就是左宗堂的家书 我从中学开始 我很幸运就是读了很多很有对我影响很大的课外书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宜兰的乡下 然后从学校到火车站搭火车 当中会经过一个小书店 很小的书店 其中我看了一本书 特别喜欢 就是左宗堂家书 这个 左宗堂是 清朝很重要的一个名将 那么他跟新疆有特殊的姻缘 在他的这个家书里面 我看他一段故事 印象特别深刻 因为左宗堂小时候家里穷 所以他就被一个富翁 那么有人就找这个小儿子过来 牧牛 牧牛 那么牧牛的时候有一天 我们这个你知道中国的这个 长江流域到了梅雨季节的时候 那个雨下的多嘛 所以书会发霉 所以梅雨的霉跟发霉的霉是同样的意思 那么所以这个书呢 过了梅雨季就一定要晒 所以为什么古人讲汗牛冲动有没有 就那个牛要把那个书搬出来晒太阳啊 连那个牛都受不了 汗牛嘛 这牛要出很多汗了 所以有一天这个左宗堂在晒书的时候啊 突然一阵风吹过来把一页书吹掉了 他就赶快追上去把那一页书找回来 然后找回来的时候顺手就看这一页书到底写什么 你知道上面写什么吗 就是如果你在沙漠中找不到水怎么办 那你们知道后来 左宗堂不是被派到新疆去平乱吗 然后那个时候要越过沙漠啊 因为新疆有很多大的很大的沙漠 这个时候那一页风吹过去 然后剪起来那一页书啊 怎么样在沙漠中找水的 那么一段小小的文字 改变了历史 诸位 这个就是 我们生命中有很多微妙的因果 你了解我意思吗 你只要每一个当下保持正念 珍惜那个因缘 你怎么想到当初你作为一个小书童 作为一个小木童 然后你找回来那一页风吹过去的书 怎么会改变历史呢 这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啊 所以我们生命中有太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是有意思的 那么在龙树菩萨这一段话里边 非常重要是告诉我们八个字 万物无常 唯福可思 所以这个修福 积福 你看我们这个《易经》里面讲的很重要 讲了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就是用不完的福报啊 为什么 积善 善待周围的人 善待跟我们有缘的人 善待生命中的每一个机遇 所以这一段话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放大来讲 我觉得这跟我们建立正确的人生观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只有这个福可以精通大道将人出谷 金就是渡船的码头 你才可以找到渡船的码头 才有机会登船 然后带你处理这个苦海 我们在这里不是跟各位谈一些空洞的概念 是真的希望诸位在生活中养成一个习惯 广结善缘 生活中点点滴滴 都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善意 我们的周围人的关怀 对别人的尊重 而成就很多不可思议的善缘 这点我希望大家要多用心 好吗 好 我们休息一下下 两分钟我们就继续上课 以后大家要特别注意就是 我们在上课中遇到听到压沁 寇沁的声音 马上射心 然后呢 深呼吸 享受呼吸 这个就是圣念功夫的基础 就是 全心全意的享受 那个沁的声音 所以这几句话说得很好 那个慧你念一下 听到沁声 正念当下 请您全然享受美妙的呼吸 可不可以慧你念的比较有感觉一点 听到沁声 不行不行 听到沁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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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念当下 请您全然享受美妙的呼吸 我觉得我们在念这些话的时候 要更柔软 要更柔软 听到沁声 正念当下 请您全然享受美妙的呼吸 接近了 我为什么会对这个 讲话的那个音调跟节奏这样的一个苛求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以后学习 入一切音声陀罗尼的基础 入一切音声陀罗尼 这个是龙树菩萨在大制度里面特别强调的一个法门 我很幸运是因为我在加州伯克兰大学 做博硕研究的时候 后来又到了那个纽约的郭伦比亚大学 我碰到两个非常好的英文老师 因为两个人都是在纽约的百老会 专门在训练美国的演员的这个指导老师 所以我才体会到 哇 原来这个我们说话的语调节奏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有时候也自我训练一下 刚才那话秀成我再念一次 我以百老会的标准 听到庆声正念当下 请您全然享受美妙的呼吸 我这个念的语调 为什么说是百老会的标准呢 我们这一次在台湾很幸运看到 一行禅师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纪录片 叫做正念的奇迹 这部电影里面很精彩是因为 配音的人是奇艺博士 Dr.Srench的这个男主角 你看他那种说话的节奏音调 他是经过严格训练的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在生活中也慢慢的 在这个入一切音声图罗尼的这个法门上 慢慢用心来体会好不好 好 我们讲义420页 第五行最后一句话开始请慧琳来带 大家合掌一起念 父子 父子 大人大心 能大不失 能治立己 小人小心 不能义他 义不治后 父子 譬如勇士见敌 必其吞灭 智人会心 深得物理 奸贼虽强 亦能措知 必令如意 欲良福田 只好时节 绝世应兴 能大不失 请暂停一下 那么这一段话 就告诉我们 什么叫大人 什么叫小人 大人不是因为你很有权力 很有这个势力 大人就是因为你有大心 大人 我觉得这是对大人小人给的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定义 那什么叫小人 因为你小气 小气小亮 小鼻子小眼睛 所以我觉得 这是龙树菩萨这个智慧 那么大人大心 所以他可以大不失 那小人小心呢 永远都是小气的 既对自己无意 也不能够利益他人 所以大人大心 小人小心 这是一个很精彩的对比 那么我们再看 我们生命中最可怕的道贼 叫做奸贼 就是吝啬的那个贼 因为他脱走了我们很多福报 所以一个行菩萨道的人 智人会心生的物理 所以奸贼虽强 亦能措之 下面这几句话特别重要 必令如意 第一 遇良福田 遇到一个很棒的福田 哇 好殊胜的福田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 值好时节 刚好有一个大的因缘要发生了 就是一个大的福田 又遇到好的时节 第三 觉世应心 就是你遇到这个因缘 遇到这个时节 然后你的觉知 刚好跟这件事情能够相应 换句说 如果这个事情跟你不相干 那再好也没有用 刚好你就是觉世应心 这个时候能大不适 我们再归纳一下 请大家要记得 第一个遇到好的福田 遇到好的福田 第二个 碰到好的机缘 就是刚好对方最需要的时候 或者对方是远行人 或者从远方来的人 或者他正是最困难的时候 这自古以来所谓 拔人与不遇之时 就是这个人 他人生很困顿 我们现在有这个机缘 及时帮助他 那么这个都是 好时节 好福田 然后 要有好的发心 觉世应心 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大家 能够记住这个原则 那么 好的福田也不常出现 所以遇到了不要错过 遇到了不要错过 像 下个星期 我们的课 暂停之心 我们要到印度 尼泊尔 要展开一个 比较特殊的因缘的 朝圣弘法之心 我们这一次的朝圣弘法之心 我们定的名称叫做 一心朝礼三世佛 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我们中国人 没有不读金刚经的 而金刚经里边 七个地方提到了 染灯佛 我读到大唐西纪记的时候 看到玄状大师特别记载 在公元后 第七世纪的时候 玄状大师在印度 参学十七年 当时印度 到处都在 庆祝 染灯佛节 可是现在这个 随着佛教七百年前 在印度灭掉了 这个节日也没有了 然后我们就发现 在尼泊尔 尼泊尔的四家族 几百年来 一直都还 在纪念 染灯佛 庆祝染灯佛节 而且 他们把这个染灯佛节 取了一个很特殊的名字 叫Sanmuk Festival 什么叫Sanmuk呢 就是大布施 无上布施 无哲大会的布施 也就是说 尼泊尔的四家族 所以尼泊尔这个国家 两百年前被一个印度教 来自印度的一个印度教徒 把它灭掉了 变成一个印度教的国家 但是 尼泊尔释迦族的那个独特的 佛教的传承 从来没有间断过 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保存了 纪念 染灯佛的习俗 所以 因为有这样一个因缘 所以 一者是 玄奏大师的这个记载 大唐十一记的记载 一者是因为 尼泊尔现在还有这个习俗 我已经参加过了几次 他们的染灯节大会 有一次还是尼泊尔总统 特别邀请的 所以我们就发了一个小小的心愿 希望能够把尼泊尔的四家族工匠打造的染灯佛 送到印度去 让印度也能够恢复对染灯佛的了解 因为现在印度人完全不知道有一个染灯佛 不知道佛教的历史里面 在无量寺以前 当释迦摩尼佛还是一个菩萨道的行者的时候 原来他的老师 他最重要的老师 染灯佛 在印度是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因缘 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 很多同学一听到 马上就支持这个想法 详应这个想法 这个就是 欲良福田 知好识解 绝世应心 三个条件记住 所以下个星期我们上课的时间 我们这个小小的朝圣团 就刚好在印度的龙城 然后要奉献这个染灯佛的像 跟这个印度的佛教结缘 那么这是可以说 很多事情就是当下一个因缘 所以这个是顺便跟大家报告 为什么我们下个星期五的课 暂停一次 但是我们也就先预录了这个 讲课的内容 所以希望大家下个星期五 还是照平常的时间 来到课堂上上课 还是在这里 还是在我们基金会 这个七楼这个地方上课 接下来我们再请 慧玲把底下这段带大家读一下 请大家合掌 赴次 好诗之人 为人所尽 如月初初 无不爱者 好民善欲 周闻天下 人所归养 一切皆信 好诗之人 贵人所猎 见人所尽 命运忠实 其心不布 如是果报 今是所得 辟如树花 大果无量 后是福也 生死轮转 往来五道 无亲可视 唯有不失 若生天上人中 得清净果 皆由不失 向马畜生 得好利养 亦是不失 之所得也 不失之德 互贵欢乐 持戒之人 得身天上 禅至心静 无所懒卓 得涅槃道 不失之福 是涅槃道 之之良也 念时故欢喜 欢喜故一心 一心观生灭 无常故 得道 如人求应 故种树 或求花 或求果 故种树 不失求报 亦复如是 今世后世乐 如求应 身闻辟之活道 如花 成佛如果 是为谈 种种功德 非常 非常谢谢 念得很好 不过 好名善语 不是好名善语 那个 意思不一样 那么 这一段话 我觉得 特别有意思 是什么 喜欢 不失的人 那么 会受到大家的 这个敬重 贵人所念 就是 贵重的人 会特别 关注你 贵人 所谓就是说 在社会上 比较低贵的 低阶层的 他们也会尊敬你 很重要的是什么 命运忠实 其心不补 记住 平常 乐善好事的人 平常 乐善好事的人 你命中的时候 障碍 非常少 我有一个比喻 就是说 人 从这一世到来世 其实就跟换衣服一样 可是呢 很吝啬的人 平常小气的人 他换衣服 他换不了 为什么 那个衣服里面 粘了很多强力胶 脱不下来 你懂我意思吗 他 因为他就是 就是放不下 乐善好事的人 换一件衣服 对他是很轻松的 有一个故事特别重要 就在我们基金会 我记得有一次呢 那么 我们有个南传的 法师来演讲 他特别讲 这一段故事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他说 布施很重要 他说在印度 古印度 有一个小女孩 那么 他死后生到天界 然后这个墨见人 主者因为他有神通 他在天界看到了 这一位姑娘 说 你是什么样的姻缘 来到天界呢 这个女生就说 我也不知道 我只记得呢 我宁命中的时候 我要离开人世间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让我很欢喜 很高兴 就是说有一天 爸爸呢 叫我到瓜田里面 去照顾那些瓜 然后就有一个行脚生 经过这个瓜田 说哎呀 我好口渴啊 说姑娘啊 你可以送给我一颗瓜 分给我吃吗 这小女孩说不行 爸爸叫我来照顾这些瓜 我怎么可以随便给陌生人呢 可是看到那个行脚生 这么饥渴 他想说那就 就先送了再说吧 然后那一天呢 这小姑娘回家的时候 他就想说爸爸要打我骂我了 可是我还是要讲实话吧 就讲说他把这个瓜 给这个行脚生的事情 他爸爸一听的时候 不但没有打他骂他 而且抱着孩子说 孩子你做了很有意义的事情 这小小女生后来灵命中的时候 想到那天爸爸夸他这件事情 所以他跟一个行脚生结了缘 然后得到爸爸这么大的赞美 然后眼睛睁开 他已经生在天界了 诸位要记得这个故事 请你记住这个故事 我们灵命中的时候 我们用广心脑上的话来讲 你灵命中的时候 有三个力量带你往生 第一个 你平生所造的业 比如你造杀业的 你造什么这个什么业的 那个业力最强 马上把你带走 第二个 你灵命中的时候 你哪一个念力最强 比如你是念什么 你平常最关心的 那么那个念力就把你带走了 第三个就是什么 就是你平生 你最常做的功夫 比如说念佛人 你灵命中正念提了起来 你那念佛力呢 就会带你到极乐世界 到阿弥陀佛的地方去 这三种力量 决定我们来世 临终往生的地方 所以我刚刚讲到这个 南传的比丘讲到这个 目见人尊者 在天界遇到了这个一个姑娘 一个就是天女 问她说你怎么来到天界的 她说就是想到那一天 因为这样的一个布施 跟一个苦行僧 结了一个瓜的缘 就是这个瓜供养了这个苦行僧 她很欢喜 所以你看她就这样子 她可以升到天界去 我们在座好几位同学 我的很熟的朋友 我的特别的赞叹 因为这些朋友 乐善好施已经变成生活中的习惯 已经变成它的细胞的一种特质 那如果说你平常要警惕 如果你平常很不喜欢布施 很不想跟人家结缘的 你现在一定要警惕 为什么 就怕临终的时候障碍很多 这一点特别重要 我们现在讲的都不是讲 讲空话也不是编故事 都是讲到一些很实际的事情 所以平常希望大家要欢喜布施 欢喜结缘 常常有人很羡慕这个新云大师说 这个大师为什么福报这么大 有的人一辈子要盖一个小道场都很困难 为什么新云大师你看 就像几十年全世界盖了150个以上的道场 我认为这个跟他欢喜结缘有关系 非常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希望大家将来 这个要能够有更大的福报 那这里路里面容述不太讲得很清楚 你这个布施呢 最要紧在哪里呢 就是说你可以生天上 生人中得清净果 连那个什么呢 连那些牛羊猪狗 虽然他是牛 马是猫 也有福报很大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变成牛羊猪马之前 他还在布施结缘 这都有关系的 我现在在台北街头看到有人 带一只狗 不是牛狗 是用那个非常奢华的那个娃娃车 然后那个狗不是下来走路 是伺候他这样的 在台北街头这样的 当然我们不是鼓励这个事情 只是说这个狗狗为什么会有这个福报 跟他过去 结缘有关 那这也给我们一个警惕了 你虽然有好的享受 没有开智慧的因缘 还是可怜 狗脸岁月 无限悲伤 所以这个是我想我们要警惕的 那么这里面还龙祖部大特别提到 很重要的一句话 我们讲义421页 1 2 3 第三行最后一句话 大家一起念 布施之福 是涅槃道之之良也 这句话太重要了 成就涅槃道 一样是要广结善缘 广结善缘 太重要了 所以我不是要去说服你广结善缘 而是说这是人生一个最 最平常的真相 可是我们有时候不明白 我们忽略了 所以今天才会透过这个大制度 反复来跟大家来谈 好 我们休息三分钟再继续 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来看奖第437页 请队长一起念 问曰 您和您法护士 答应有人言 藏理好语 有所利益 是为法师 父是有人言 以诸佛与妙善之法 为人也说 是为法师 父是有人言 以三种法教人 一 修杜禄 二 匹民 三 阿比坛 是为法师 父是有人言 以四种法教人 一 修杜禄 二 匹民障 三 阿比坛障 四 杂障 是为法师 父是有人言 略说以二种法教人 一 修文法 二 磨合言法 是为法师 这一段话说明了 所谓的法故事 有几个不同的形式 广义的来说 诶 常常能够对人说好话 说鼓舞的话 说肯定的话 给人信心 给人欢喜 那么 这是广义的法布师 不管你是不是讲的 跟佛法有关 这都是属于 广义的法布师的范围 第二个呢 从佛教的内部来讲 用三种法来教人 第一种叫修德鲁 就是舒特拉 这个就是讲经 律 论 三藏 第一个 修德鲁 舒特拉 就是经 第二个 佛教的观点 能够广说三藏 那么这个是属于 法布师的 从佛教内部来 给的一个定义 再来呢 以四种法藏教人 那就是在 舒特拉 维南亚 阿比达玛之外 加一个杂藏 就是在经历论之外 另外再带进来的一些 有关的这个知识 比如说有关天文啊 有关医学啊 这些都是属于 杂藏的范围 那么 这个呢 是 法布师在 佛教内部 第二个讲法 第三呢 略说以二种法教人 所谓声文法 所谓摩和言人 也就是说声文 就是指 上座部的佛教 以声文法为主 那么 摩和言 就是马哈亚纳 就是大乘 那么这是属于 大乘佛教的教法 所以不管你说的是 上座部的佛法 大乘 这个经典的佛法 都是属于 法布师的范围 这一部分 我想大家清楚了 那么下面这 这个第二个问题 问约底下呢 这是讲到法布师的一个负面的例子 也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戒的 请会员带领大家读一下 请合掌 一起恭念 问约如提婆达 喝多等 一以三丈四丈 三文法 摩和言法 教人 而深入地狱 世事 这一段话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 这一段话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 就是一样是上座说法者 但是有下地狱 第一个例子就是佛陀的堂兄弟 提婆达多 那么提婆达多 他的知识跟佛陀一样的丰富 因为他们都是王族 在宫体里面受过非常好的教育 那么这里面的问题就是说 那为什么提婆达多他也要在讲三丈啊 为什么他会下地狱呢 他不但是下地狱啊 而且是活活的下地狱 就是提婆达多呢 他是什么 因为这个罩的罪太重了 整个地裂开了 然后啪 直接下到地上去 这是在这个 这个经账律账里面都有很清楚的记载 还有一个人就喝多 那么提婆达多是什么 虽然说法 谐贱最多 说了太多的谐知谐贱的东西 所以在提婆达多的时候 公开的造成僧团分裂 就借劲借端 来制造这个是非 那么喝多呢 一样在说法 妄与罪多啊 就是深奏说法 说了太多谎话了 不如实 不如法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提婆达 深入地狱 就是活生生的 直接掉到地狱去 火车来引 就地狱里面的火车 直接掉到地狱去 喝多呢 死多恶道 掉到三恶道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是为了道 而做清净的法 不是 但求名利 恭敬共有 恶心罪过 换句话说 我们将来到了这个 讲到那个忍辱波罗蜜的时候 会很详细地讲 在佛门当中 在学佛的过程里面 贪求名闻利养呢 就好像一个人呢 整个身体从外面 烂到里面去 请 为你再念 记得带大家再念下面一文 请合掌 故事 故事 畏大言说 名为法师 常以尽心 善心 以交一切 是名法师 譬如财师 不以善心 不明福德 法师一耳 不以尽心善思 折非法师 折非法师 不以 说法者 能以尽心善思 赞叹 赞叹三宝 开罪府门 四四真理 教化众生 并入佛道 视为财师 视为真理 法师 不以 略说法 有恶种 一者 不能 众生 善心 此祢 视为 佛道 因缘 恶者 官之 主法真空 使为灭含道因缘 在大众中 心敏哀心 说始恶法 不为明文 一样恭敬 使为亲近 佛道法师 好 谢谢 那么这一段话呢 也告诉我们法师的一个 不同的形式 那就说 不是只有延说才叫做法 故事 可以用各种形式 就像我们提到阿育王的时候 那么这个 一个小孩子 一个小沙门 他走路的位移 就可以把一个过往 度化过来 一样的道理 但是很重要 要以亲近心跟善心 才有亲近的故事 亲近的法故事 同样的财务故事也是一样 没有善心 不明福德 你没有这个善心的话 没有善意 不是出于善意的话 那么这个 就不能够叫做这个福德 那么法故事也是一样 好 那么尤其这里面更具体的讲 龙树大臣 说法的人要以亲近的心 善思 这里的思 就是正思维的思 也就是说 一种 坚定的一种善意 那么 要赞叹三宝 开罪福门 就是我们学佛 从实际的波罗灭脚这样 怎么样的因缘 有怎么样的这个果报 这个罪福要交代清楚 像我们台湾最近几天 也在闹一个新闻 讲到说 上个礼拜我也提到过 譬如说 一个禅修的指导者 他会沉迷在这种名车 那么这就表示他内心是很空虚的 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 有一次我到香港去开会 开会的时候呢 看到那个有一家报纸 这个第一版的这个封面呢 竟然出现某一个人 某一个人这个 要说佛法的这样一个广告 可是本来这个是好事嘛 这是说佛法 可是他很奇怪 他要那个四大天王的像当中呢 把一个像的那个头挖掉 然后放上那个要说法的 这个头像 我就想这下可糟了 这个人一定是对身体有自卑感 否则为什么不能够 要做最平常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像 来说法就好 为什么要去把你的头像 套在一个四大天王的像这个上面 后来我那一天就很好奇 这是何许能给这个会用这样的方式 那么来说法 去了那个地方才发现很荒谬的事情 那一天是华南地区啊 那个喜事宁内来最冷的一天 很多人都冻坏了 连那个广州的白云机场 都已经积雪了 飞机不能起降了 那么这个说法的人啊 在香港这个鸿磚足球场 很大的足够 坐着唱统汽车 然后接受 绕场接受台下的这个 这个听众的这个欢呼 你知道越需要搞这种大白产 就越显示你面心的空虚 空中 要这意思吗 因为真正的说法者 他对法有坚定的信心 他不搞这些白产的 他不搞这些假象的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喔 在学法 红法的 求法的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到 不要被误导 走到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去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 这个险证破学非常的重要 我是学宗教学的 英国的哲学家 他在哈佛大学有一个演讲 其中呢 后来这个演讲呢 编辑一本书叫 Origin in the Making 就是眼镜中的宗教 他里面有一句话 他特别发人深情 他说 人对宗教有不可被替代的 迫切的需要 人对宗教有迫切的 不可被替代的需要 他后面也讲了一句话 他说 你不要以为宗教都是好的 因为宗教也可能是 人类的受性最后的避难所 宗教也可能是 人类的受性最后的避难所 也就是说 人的受性 人的贪生吃 人的那种残酷 人的那种很负面的这种心理 他可以披上宗教的外衣 假借宗教之名 无所不用其极 所以我们在接触 各种不同宗教的时候 要保持这种警惕 要保持这种这个清楚的 这个判断力 否则你糊里糊涂的 已盲隐盲 勿己勿的 勿己勿的 我想这一点 请同学要特别的这个注意 所以有时候看到一些 那个宗教上莫名其妙的消息 真的是很颠倒 举个例子来讲 三年前嘛 还有一条社会新闻 说是什么 说是有一个那个通气坏 竟然摇身一变 变成一种一个什么教的教主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 社会地位很高的人 捅着金子银子去拜这个 这个通气坏 后来呢 有些事情被揭发出来 让大家吓了一跳 可是这种事情太多了 所以我们从宗教学的角度来看 就是只要你敢骗 天下一大多人捧着金子银子 等着被你骗 所以这是我们接触宗教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佛教在这一方面 重视的是自信用智慧的心 要善用智慧 所以佛陀在一部很重要的经里面 讲了这么一段话 这部经呢 叫Karamasutta Karamasu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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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印度一个乡下的一个村子的名称 那佛陀呢 他在悟到以后啊 他就四处去前讲 Karamasu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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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佛陀呢 经常四处去醒讲 然后呢 随缘随机说法 所以 有一次呢 佛陀到了一个村子 叫Karamasutta 这个村子 那么村子里面就有人会 来问这个释迦牟尼佛啦 就问他说 很多这个 这个不同宗教 不同的思想的人 到我们村子里面 都说 我讲的东西是最好的 只有我讲的东西是正确的 所以你们要相信吗 然后就问佛陀说 请问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相信 这个人讲的话 是真的会讲的吗 佛陀就有底下这一段话 佛说 我会相信 你 不好意思 今天这个 可是好像特别失控 佛陀就说 他说 如果你要相信一个真理 不是因为 爸爸妈妈这样说 不是因为 你的老师这样说 不是因为 整个村子里面的人 都这样说 不是因为我周围的朋友 都这样说 如果你要相信一个真理 你要亲自去检验他 去验证他 去实践他 只有你认为 通过了你自己的体验 验证 然后你觉得是OK的 你才可以接受这个话 所以你看佛陀是很讲究理性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用理智来信仰这个原则是很重要的 否则你不律不律被验 还不知道 而且还以盲以盲 可能带领更多的人来迷信 这一点我想 我们看到今天社会有些 很负面的宗教现象 我们是要特别警惕的 那么我们以上所谈的 就是进一步的补充 这个法部式的这个内涵 那么我现在呢 接着要请各位来 看到我们的讲义 446页 上个星期我们提到了 在这个布斯波罗蜜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论述 叫做 两岸中流四说 那么在我们讲义 446页里边 这一段话 446页 1234 第四行中间 我们先一起念一下 念的会议担一下 好 这里面讲的两岸中流四说 这个中流就是说 如果有彼岸此岸 那么中间这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论述是说 中间代表你的肩瘫 肩是吝啬 瘫是瘫心 所以所谓的波罗蜜 所谓的布施波罗蜜就是 我通过布施 那怎么样呢 度过肩瘫的中流 肩瘫的这条头 我度到彼岸去 所以在这个定义里面 那么我通过了布施 布施作为一个手段 然后可以到什么 从肩瘫的此案 度到佛道的彼岸去 这是第一个论述 再来第二题 接下来 布施有无见明此案 或有无见智慧明彼岸 请修布施事与何中 好 那么这一段话是告诉我们 有见无见 这是此案 超越有无见就是彼岸 已经超越过去了 那么通过布施波罗蜜 来画出你的有见无见 为什么这个话会这样讲呢 因为在布施的时候 已经有跟无的对立已经不存在了 你已经不在乎有无了 为什么 布施我就是跟你结缘 很单纯的目的 以清净的善心来结缘 所以这里面已经不在有跟无的两端 去对立 这一点希望大家要了解 所以呢 这是第二个一个很重要的论述 就是通过布施 勤修布施 那么来度过 来度过这个有无见 那么这是第二个论述 第三个论述呢 请大家看到在四百四十七页 倒数第四行 后面一句报道 若施有三案 我与彼受守施者财 视为落谋境界 位于重难 那么这个论述 就是告诉我们 如果我在布施的时候 我心里面有 我是布施者的傲慢 然后对方是接受布施者 所以有那种 对对方的一种不尊重 然后还在乎你所布施的这个财物 所以斤斤计较 患得患失 那么这个就是一种魔境界 所以如果超越这一个 三种瓜埃 超越三种瓜埃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轮体空 能够相应于三轮体空的这个境界 那么这是第三种论述 就是两岸中流当中 因为这个三种的这个瓜埃 这个谋境界 我们必须超越过去 这是第二对中流的第三个这个重要的这个论述 然后第四个论述在哪里呢 在四百四十八页 四百四十八页 这的话特别的重要 那么为你们念一下 从四百四十八页第一行中间 大家一起 老师 这人不识 亦无大心 或与乌几心 或有肉善心 或无肉心失 无大悲心 不能为一切众生实 菩萨事者 直不识 不生不灭 无肉无味 如灭横相 为一切众生 这一点是接着上个星期我们所说的 两岸中流第四说 就是第四个论述 这个论述的重点在哪里呢 论述在这里讲得很清楚 阿罗汉匹之佛小乘的所谓的道彼案 是以 因为阿罗汉匹之佛小乘呢 他是以生死为此案 然后怎么 以涅槃为彼案 所以有生死跟涅槃的对立 烦恼是烦恼 菩提是菩提 他是对立的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呢 龙处到这里说呢 真正菩萨道里面的这个所谓的道彼案 不是生死以涅槃的对立 而是什么呢 生死及涅槃 烦恼及菩提 那这个意思呢 我们今天不好细讲 我们后面讲到忍辱波罗密的时候 这一部分会放大 仔细地 深刻地跟大家说 我现在简单地说好 当你有生死与涅槃的对立 那么你就会非常在乎生死 我要赶快脱离生死 我要了生死 这是一个大的方向的差异 所以两岸中流的必是说 就是这个差异在这里 不能够局限在生死跟涅槃的对立 不能局限在烦恼与菩提的这个对立 这个因为为什么我们是到后面讲忍辱波罗密的时候 细讲的 因为这个可以说整部大致多了呢 它特别精彩的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你怎么样在生活中 在每一个当下去直下的去提升到这个烦恼及菩提的这个奥面 譬如说我们这样讲 如果我们很害怕烦恼 永远都以烦恼为敌 永远都跟烦恼推理 你就一辈子在跟烦恼作战的过程里面 日渐疲劳 所以为什么今天要特别补充这一点 就是这是我们未来我们要讲课的一个重点方向 重点的方向 这个论述在其他一般的经论里面不太 不会这么直接的戏谈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渐进的 就是记住 这是我们未来一个学习的一个大方向 一个大的重点 大家渐进渐进的慢慢在生活中学习体会 就可以明白得到 那么我们今天先讨论到这里 阿弥陀佛 大众请合掌 恭送波瑞波罗密多心经 观至在菩萨 行身波罗密多时 照见五印皆空 度一切苦恶 射立子 射不亦空 空不亦色 射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事 亦复如是 射立子 射立子 是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不够不尽 不争不减 是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事 无眼耳鼻舌生意 无色身香味处法 无眼界 乃至无意识界 无无明 亦无无明镜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定 无苦疾灭道 亦无所得 亦无所得 菩提萨多 以般若波罗密多 故 心无卦碍 无卦碍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就进涅槃 三世诸佛 以般若波罗密多 故 得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故自 般若波罗密多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能处一切苦 真实不虚 故说 波罗密多咒 即说咒耶 咖啼咖啼 巴拉咖啼 巴拉叹咖啼 巴拉叹咖啼 Bodhi Svahha 咖啼咖啼 巴拉咖啼 啲了叹咖啼 巴拉叹咖啼 巴拉叹咖啼 喀啼咖啼 神会真明了 普焰罪葬西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